第1850集 他豁然转身 只见一个面纱少女与虚空凝聚出身形 现身在他的面前 若是夜晨在此定回大京 因为此女正是离开的魏颖 莫血鸣开始动用这种手段了 魏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令曲谭儿心神一阵 她的身份来历竟然被这个神秘的突然现身的女子识破 你是何人 和那夜晨什么关系 曲谭儿问话的同时 神念探查魏颖的修为 但他惊骇地发现 他竟无法感知到魏颖的修为深浅 这意味着魏颖很可能比他强 对曲谭儿的问题 魏颖似是没有听到 自顾自道 你的问题太多 我不想回答 但你若真要答案 我便给你 你不该有动我男人的打算 什么 曲谭儿懵了 夜晨的女人 虽然魏颖戴着面纱 无法看清其相貌 但就这身姿 以及面纱未能遮掩的五官轮廓 曲谭儿觉得 此女的容颜或许也不输于她 甚至胜于自己 夜晨一个斩握五层天的蝼蚁 竟然还有这种绝美的天才少女倒追 关键 这个女人竟然看穿了她的意图 非洲中发生之事 难道此女也有办法窥观 自己什么时候暴露的呢 很大的可能和三位名店老者 演出那场英雄救美戏码的时候 此女就躲在一旁 她的种种行为和目的 早已落入别人的掌握当中 曲谭儿又惊又怒 心气高傲的她 刚从夜晨那里体验到 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又在魏颖这里 体会到一种 全部都被看透的恼羞成怒 以及紧张 顿时 曲谭儿心中杀意升起 面对这种情况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就是将对手抹杀 对方也绝不会放过她 那就看双方熟强熟弱了 实力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 七彩光芒直冲云霄 曲谭儿背后出现一只凤凰的虚影 威压喊天动地 七彩天皇血脉直接激发 曲谭儿不打算试探 直接全力出手 对魏颖打出一道色彩斑斓的混沌之光 魏颖眼眸冰冷 那眸子的寒意竟然让整个世界的温度骤降 苍穹之下更是落下了片片雪花 带一丝沙意的雪花 这是魏颖的意境 这个曲谭儿越过了她的底线 留她不得 当那道混沌之光将要降临 魏颖动了 手中祭出一把充斥着古老符文的寒剑 袖手勾勒 两女瞬间缠斗在一处 每一击打出 空间塌陷 江河蒸发 山崩地裂 不过十招之后 曲谭儿试图脱离战斗 想要逃走 因为她发现 就算她动用底蕴 也不是魏颖的对手 我乃名殿圣女 殿主莫雪明这一女 你敢杀我 一副殿会为我报仇的 曲谭儿逃脱不得 魏颖不只是战力惊天 手段也是颇多 交手时 抽空布置下了阵法 曲谭儿多次试图突围 却都未能成功 不多时 曲谭儿已身受重伤 于是瑟利内人 威胁魏颖 你既然这么说 那就更是非杀你不可了 杀了你 等墨雪明来找我报仇 魏颖出手更为灵力 打得曲谭儿心生恐惧 打不过 逃不了 那种即将迎来死亡的 无力感和恐惧 让曲谭儿感受到了绝望 我没对燕尘做什么 你何必苦苦相逼 我若拼着与你 与死网破 总是你难活 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曲谭儿声音伶俐 尖叫道 与死网破 那就只能自报 纵使是死 也不让敌人好过 你与叶辰之事 最不致死 但你是明殿之人 是墨雪明的义女 所以 今日你必死无疑 魏颖五指掐绝 苍穹之中竟然出现一道裂痕 裂痕之中 一柄万丈兵剑降临 单单微压就足以吞噬一切 刹那间 一击便轰飞了曲谭儿 打得他真身碎裂 七彩天皇虚影 愈发暗淡 曲谭儿没想到 他引以为豪的大靠山 那修为恐怖的义父殿主 他的名头不仅保护不了他 还是他今日取死之道 啊 我不甘心 义父一定会复活我的 你 陪我去死吧 七彩天皇一声悲鸣后 轰然炸开 燃烧的血脉之力 流入曲谭儿的身体 接着 他又自焚大道和法则之力 向魏颖发出最后一击 魏颖丝毫不举 郊区也直冲向曲谭儿 不闪不避 直接硬碰硬 方圆十里之地 在这一击中被打成一片虚无 破碎的空间中混沌之力涌出 在此处形成了一片绝地 二女的神通鱼波 以及各种武道法则遗留的烙印 将会让此地变得无比危险 魏颖身形出现 手中一团微弱的光芒 里面有一个绝色滋容的女子 残魂虚影 一道火焰点燃了曲谭儿的残魂 魏颖静静地看着对方神魂俱灭 我绝寒地宫覆灭 莫血明也脱不了根系 绝寒地宫的众多长老和弟子 可都已经魂飞魄散 所以你别想复活了 魏颖美眸中闪烁着仇恨的火焰 淡默地说道 莫血明是他复仇的对象之一 总有一天 他会问莫血明讨还这笔血债 取谭儿之死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罢了 莫血明派出此女 他已知晓了叶臣的身份 即便没有完全确认 应是已有所察觉 明殿终于按捺不住了吗 魏颖身影变淡离开此地 雨下鸟鸟之音 仿佛从未存在过 神奇宗一艘非洲在山门阵法外露出痕迹 引来一众职守弟子和长老们 这种能够穿梭空间 破开混沌的顶级之物 在神奇宗 唯有掌门和太上长老们才可能拥有 而这艘非洲却是陌生的很 应是外来者来拜访神奇宗 非洲里面的人 定然是身份无比尊贵的大人物 叶臣和叶灵天两人走了出来 非洲也被叶臣收进了轮回墓地 原来是叶师兄 恭迎叶师兄回归神奇宗 弟子们见到叶臣顿时都松了口气 看向叶臣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敬畏和崇拜 叶臣在神奇宗虽然终究是一名弟子 但神奇宗上下谁都知道 叶臣是可以和掌门玉真子平起平坐的存在 甚至只要叶臣一句话 玉真子必然将手中掌门之位交于叶臣 不只是地位 叶臣的实力在他们眼中也是深不可测 几只传音御简亮起了光芒 很快叶臣回归的消息就被神奇宗高层知晓 神奇宗内有不可忘破空间的规矩 虽然玉真子早就给过叶臣特权 神奇宗的宗规不用于叶臣 但叶臣也从没动用过这种特权 正所谓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在自己人面前 叶臣向来尊规守举 待人对事自有行事准则 神奇宗的宗主殿殿外 宗主玉真子亲自出门相迎 几位太上长老也都现身 给予了叶臣极大的礼遇和善意 叶臣 你可算是回来了 晚了这些天 我们可是担心得很啊 玉真子对叶臣含笑道 叶臣客气了两句 一番寒暄过后 众人簇拥着叶臣进入主殿 灵查奉上 叶臣简单述说了此次外出遇到的一些事情 有关明殿的遭遇 叶臣跳过 不想为神奇宗找来麻烦 有些东西他选择自己扛 突然 玉真子和众多长老目光灼灼的落在了叶灵天的身上 因为叶灵天的修为和实力和离开前差距太大了 这才多久 放眼整个神国 哪怕有月环异象 也不可能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修炼速度啊 修为不重要 玉真子还发现叶灵天身上的血脉 极其匪夷所思 荒谷神脉 玉真子面现怪异之色 问道 叶灵天 可是神国以前的那个守护叶家的后辈 玉真子作为神国一等势力的掌门 自然掌握的消息无数 叶灵天身上的血脉气息和远古玉碱中的描述一致 叶臣早就把玉真子当成自己人 这个师父甚至愿意用生命来守护自己 对于叶灵天的血脉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他便点头言道 他已得到先祖的认可 觉醒了荒谷神脉 此言一出 玉真子等人顿时大惊 看向叶灵天的目光 也增添了几分凝重 荒谷神脉的叶家曾被足灭 虽然天道宫一直未曾停止过 对相关势力以及血脉的追杀 传言荒谷神脉一直未决 玉真子对此并不相信 现在看来 竟然有人逃过了那场大灾难 叶灵天静静的站立在那 身姿挺拔 神色不卑不喜 和玉真子等人对视时 目光沉着 竟让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气势上的威压 这不是叶灵天故意为之 而是血脉爆发出的神性 纵为孤魂 秉称先祖意志 为光复叶家荣光而生 为轮回之主而战 他身怀荒谷神脉 身份尊贵 不弱于人 玉真子在这一刻 看着叶灵天和叶晨倒是没有任何失落 反而只有欣慰 他知道 恐怕以后神集宗崛起的故事就有两人书写 作为一代掌门 有这两位弟子便是神集宗的荣耀 叶晨 这一路赶路 你或许有些辛苦了 我们也不打搅了 你好好休息 玉真子眼眶不知为何泛红 开口道 叶晨这一次没有拒绝 他确实收获诸多 他想闭关几日 消化这段时间的感悟 很快 叶晨便回到了神集宗的别墅 和众女温存几番 便选择了闭关